房市之後繼續看到股市 台股在這個禮拜受到了證所稅 重新檢討的利多激勵 台股是一舉攻上8000點 週五頗有挑戰前波高點的味道 不過8089點的套樓壓力不輕 短線操作恐怕還是逢高 條件比較強大 現在就讓我們起來看 經濟日報的就是論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